上星期一,土耳其发生了规模7.8的强症,造成许多房屋倒塌,死伤非常惨重。 世界各国纷纷派出救难队到当地支援搜救,土耳其的邻居希腊,更是最早派出搜救队的国家之一。 但是,你知道吗? 土耳其和希腊在500多年前就结仇了,直到去年,土耳其总统艾尔段还呛说要夜袭希腊。 希腊外交部长马上用历史梗回呛,我们拒绝新恶图曼式霸凌。 什么叫恶图曼式霸凌呢?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土耳其和希腊的世仇史。 恶图曼式霸凌,这个历史梗,要往前推到13世纪。 当时,土耳人建立了厄图曼帝国,信仰伊斯兰教,而希腊则是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,是虔诚的基督徒。 西元1453年,厄图曼帝国消灭了东罗马帝国,希腊人的老板从基督徒换成穆斯林,日子变得很不好过,所以希腊人一直非常渴望独立建国。 1821年,希腊爆发独立运动。 经过长达11年的抗争,1832年,希腊正式成为独立国家。 但这时的希腊面积只有不到现在的一半,一直希望能够从厄图曼帝国拿到更多领土。 机会终于来了,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厄图曼帝国加入了德澳的同盟国阵营。 此时,英国偷偷跟希腊说,只要你加入我们协约国,等战争赢了,就把想要的土地送给你们。 因此希腊决定参战,成为协约国的一份子。 结果同盟国战败,选错编的厄图曼被战胜国瓜分,600年的帝国已经在亡国边缘。 这个时候,希腊趁机出兵攻打厄图曼,眼看就要复仇成功了。 没想到厄图曼人民奋力一搏,在战神凯末尔将军的带领下,居然击退了希腊军队,在灰烬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,土耳其共和国。 今年正好是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。 厄图曼帝国虽然毁在希腊手上,但却催生了下一轮世仇。 这恐怕也是希腊当初想象不到的。 土耳其虽然建国了,但是一战后的领土纠纷还没解决。 于是在国际的调停下,土耳其和协约国在1923年签订了洛桑条约,确立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国界。 但爱琴海岛屿的划分,却开启了两国下一轮的争议史。 爱琴海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海,据说大约有2500座岛屿,在洛桑条约中把其中2400多座分给了希腊,土耳其只分到60几个。 虽然大部分都是鸟不生蛋的无人岛,但岛屿牵涉到领海的问题,就像我们的钓鱼台,重点在于周围的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。 在古早以前,领海是以6海里,差不多11公里来计算。 但是到了1982年,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领海扩充到12海里,并且规定200海里以内为专属经济区。 也就是说,由于爱琴海岛屿大多属于希腊,根据这项公约,三分之二的爱琴海都会变成希腊的领海,再加上专属经济区,爱琴海就变成希腊湖了。 亏很大的土耳其拒绝签署这项公约,而且警告希腊,如果要认真执行12海里的领海,那我们就走着瞧。 希腊表示没在怕,还是决定依照国际公约来处理。 两国气氛开始火爆,军机军舰常常开到爱琴海上护袖肌肉。 直到1996年,两国民众在一个岛礁附近起了冲突,被媒体火上加油之后, 两边政府火速加入战局,都宣称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礁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,并且派出军队护卫。 就在此时,希腊一架直升机在执行侦查任务时坠毁了,有三名军官丧身。 传言是土耳其开火急落的。 因为出了人命,两国几乎就要宣战。 还好在柯林顿总统的竭力周旋下,两国才愿意妥协,只要谁都不在这座岛上派兵或升国旗,那这件事就算了。 但这次事件,又在两国的世仇史上添了一笔。 除了爱琴海岛屿外,东地中海的塞浦勒斯也在洛桑条约中被土耳其割让出去, 一开始是割给英国,二战后,塞浦勒斯独立,成立塞浦勒斯共和国。 但是境内的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塞浦勒斯人却一直无法和平共处,常常发生冲突和政变。 于是,在1974年,土耳其就以保护同胞为借口出兵塞浦勒斯,占领了北边的一部分土地, 然后在1983年,宣布成立北塞浦勒斯土耳其共和国,塞浦勒斯正式分裂。 希腊裔为主的塞浦勒斯共和国是国际承认的国家。 土耳其裔为主的北塞浦勒斯土耳其共和国,只有土耳其承认,比我们中华民国还惨。 为什么土耳其一定要停北塞浦勒斯土耳其共和国呢? 除了土耳其一家亲之外,还有个非常实际的原因, 那就是近年来在塞浦勒斯海域发现了藏量丰富的天然气田。 只要北塞浦勒斯土耳其共和国存在, 土耳其就可以在它的专属经济区开采天然气发大财了。 希腊为了反制土耳其,就在最靠近塞浦勒斯的十二群岛上驻军。 这件事又产生了新的争议, 因为洛桑条约中有规定,爱琴海岛屿必须非军事化。 于是两国互呛对方违反条约,常常在附近海域发动演习。 爱琴海不但没有非军事化,还加码变成军备竞技场。 以上就是希腊和土耳其的恩怨史,从中古时代,一战,延伸到现代。 但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破冰的机会。 例如1999年8月,土耳其发生强症,希腊立刻伸出援手。 一个月后,换希腊发生地震, 土耳其也同样派遣救援人员回报希腊。 在面临灾难时,彼此的同情和帮助,缓和了两国的历史恩怨, 维持了十年左右的和缓关系,称为地震外交。 但到了近几年,土耳其总统爱尔段常常利用民族主义当选票提款机。 去年9月,他指控希腊在离土国只有18公里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上建立军事基地, 而且放话说要在某个晚上对希腊发动突袭。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鄂图曼帝国的伟大复兴。 所以希腊外交部长邓迪雅斯才回呛说, 我们拒绝新鄂图曼是霸凌。 今年5月土耳其要举办总统选举, 拼连任的爱尔段因为地震引发的救灾与建筑品质问题, 被修理得很惨。 他会为了胜选,继续利用和希腊之间的百年恩怨来煽动民族主义吗? 还是民间有感于希腊的情谊相助, 让两国有再次对话的机会呢? 让我们一起祈祷善意的力量永远大于仇恨, 也希望土耳其和叙利亚能够尽快从地震中复原。 我们下次见。